大三暑假前一天 室友高调宣布 邀请我们全体去欧洲 我对象包吃还包住 你们就拖着乐吧 我担心是心形拐卖 为打消他出镜想法 我邀请大家来我家新开业的温泉酒店 毕竟我和笑笑不仅是室友 还是从高中就认识的好闺蜜 我不忍看他踏入一坑 去餐时 他看见男友的炫富照片 大骂我 嫉妒他找了富豪男友 耽误他嫁进行门 为平息他怒气我赔礼道歉 结果他在网上造谣说 泡温泉得了皮肤病 酒店开业一周就对付关门 父母不堪压力 重病入院 相继去世 我没扛住接二连三的打击 精神失常 被货车撞死 再睁眼 我回到了社友商量出镜游的这一天 我对象请咱们去欧洲游 包吃包住 你们就拖着乐吧 暑假前一天 闺蜜笑笑摆弄着刚收到的苹果手机 得意的向我们宣布 听到有免费欧洲行 其他两个室友 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 张月好奇地问 你们网恋还没见面 他就愿意花这么多钱 你懂什么 笑笑自信地对镜自拍 我们可是真爱 人家是欧洲贵族 就喜欢中国女孩 最近给我转账买东西 都花了小几万 他在斯洛伐克有庄园 有私人海滩 你们去了 说不定还能谈个白人帅哥 听到这 两个母胎单身的摄友 迫不及待收拾行李 幻想着泄后一国情缘 忽然笑笑把目光转向我 瞧瞧 你怎么还不收拾 看着闺蜜这张清纯的脸 我心中恨意翻腾 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掐死他 我深吸一口气 冷淡地答道 我晕机 就不跟你们去了 笑笑一脸扫兴的表情 你连省都没出过 这么好的机会 你还不珍惜 我干脆转身出门 家里生意缺人手 我得回去帮忙 一只脚刚迈出寝室门 就听见笑笑不满的嘟囔 拿你当朋友 才请你免费完 倒成热脸贴冷屁股了 真是个白眼狼 剩下两个室友 急忙过去安慰他 张月讨好的说 他就是山猪吃不了喜康 带着这种人 咱们反倒玩得不尽兴 吴梦瑶更是放肆嘲笑 人家愿意回家当女工 咱们可别拦着 我没理会他们 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才平静下来 我重生了 上一世 也是在暑假前一天 笑笑提出网恋男友 邀请我们去欧洲行 她说斯洛伐克是欧洲心脏 最适合暑气游玩 我平时喜欢看恐怖电影 知道那里人口买卖猖獗 尤其偏爱亚洲女孩 是不少血芯片的原型国家 所以我严肃提醒笑笑 网恋不靠谱 这说不定是新型人口买卖 恰逢我家温泉酒店刚开业 我干脆邀请他们 去我家避暑游玩 我父母为这家酒店耗尽心血 不仅贷款搞了豪华装修 还专门引流山上的温泉 建了养生汤管 最近暑期有火热 我家店本来已经逆防难求 我为了打消社友们 他们三个跟我回了家 刚开始大家相处的还算融洽 没想到过了几天 笑笑刷朋友圈 看到网恋男友在游艇上开派对 给到场每个女孩十万美元现金 他立刻把火气撒到我身上 都怪你 非拉着我来这破酒店 笑笑急红了眼 把手机砸在我脸上 要不是你妨碍我 这些钱我也有份 张怨和吴梦瑶百度查了汇率 心痛的脸色发白 折合成人民币有七十多万呢 够买套小房子了 你就是嫉妒我找到了富豪男友 故意捣乱 让我没办法加入豪门 笑笑指着我破口大骂 觉得到手的鸭子飞了 他们三个在酒店大吵大闹 找得所有客人不得安宁 我妈为了不影响酒店正常营业 本打算稀释宁人 可笑笑张嘴就是要钱 一人七十万 你把我们损失的钱都补上 我们就走 我爸气坏了 直接报警把他们赶走 笑笑离开后 当晚就在网上发布视频说 在我家酒店得了皮肤病 呼吁大家避雷 视频火了之后 他还在学校贴吧恶意抹黑 说我带他们回家 是利用女大学生招揽客人 网友们被笑笑煽动的义愤填膺 很多人打电话 向相关部门举报我家 我家酒店刚开业 哪里经得起各个部门轮番检查 原本爆满的生意 没几天就残淡到门口罗雀 还有人把我爸妈的信息 全部人露出来 所有和我们家沾边的人 几乎都没逃过网报 我去求他放我密码 他故意让我下跪认错 还把我跪地哀求的情景 拍下来发在同学群里 大家更加认定我做贼心虚 笑笑靠着这波流量 赚得盆满钵满 在贷款和网报的层层重压下 我爸妈一遇成疾 相继入院 不久便相继去世 好好的一个家 只因为我一是好心 带设有回家 就落得家破人亡 我精神彻底冻溃了 恍惚地横冲马路 当场被大货车撞死 想到这些 我决定今晚就收拾行李回家 回到寝室时 他们正商量着 怎么转机去斯洛伐克 他一副给我 添大好处的施舍态度 机票我对象买 高铁钱你可得给我 700块钱 转我微信就行 我当场翻脸 你凭什么用我的身份 信息买票 笑笑一下张红了脸 你有毛病了 好心好意带你玩 还有错了 之前为了方便 我们统一出行的时候 都让笑笑帮忙买票 所以他手机上 有我们宿舍所有人的购票信息 我顿时有些后怕 直接从他手里抢过手机 在购票软件里 删掉了我的个人信息 将手机丢过去 我冷漠的看着他 正常人和男朋友约会 谁会带着摄友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笑笑脸上浮现出一丝慌乱 但很快又理直气壮的挺起胸 他嚣张的嘲讽我 你自己小气 就看不得我大方 我把大家当姐妹 有好事 想给你们还有错了 活该里没人要 其他两个摄友 自然是站在笑笑里面 张约对我翻了个大白眼 瞧瞧你 真是狼心狗肺 笑笑说 机会难得怕你错过 这才帮你买个车票 你还反咬一口 另一个是有吴梦瑶 也对我冷嘲热讽 还好看清你这个白眼狼 以后我们可不敢 跟你做朋友了 朋友 我一声冷笑 朋友会中间商赚差价 580的高铁票 收你们700块 笑笑向来就爱占小便宜 我家里条件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计较 但现在 我可不会继续容忍他 笑笑还没说话 张约和吴梦瑶 就迫不及待为他开脱 笑笑带我们出国 又辛苦买票 多收一点手续费怎么了 你就是嫉妒笑笑 能找到富豪男朋友 瞧瞧 你可真让我们恶心 好言男劝该死的鬼 更何况当初 网爆我家人的时候 他们两个也没少出力 我懒得理他们 把贵重物品装进行李 就上床睡觉 第二天 他们起得比我早 从穿衣服到出门 都一唱一喝的阴阳怪气我 我没理会 等他们走了 才拖着行李出门 刚走到校门口 就见不少人 围着一辆豪华跑车在拍照 人群中 两个一米九左右的欧美男人 格外显眼 三个室友像舔狗一样 殷勤地围着趟打转 我心里一惊 没想到所谓的欧洲富豪 这次竟然亲自来了 我本想绕开 被笑笑跨着手臂的一国男人 却忽然将目光锁定在我身上 用自证腔圆的中文 准确叫出了我的名字 笑笑脸上一闪而过得不爽 随后一把拉住我的手 我闺蜜 从小学跳舞的 她像介绍商品一样 向两个一国男人介绍我 那两人上下打量我 露出一味不明的笑容 张月和吴梦瑶 被两人的英俊外表迷了眼 讨好的八姐 笑笑的男朋友 听说你不去了 怕你是担心安全问题 专程来接咱们 说话间 笑笑伸手就要拉我上车 我男朋友大老远来接 你就别端着了 我一把甩开笑笑 我说我不去 谁允许你把我的名字和照片 发给别人 围观的人多 笑笑脸上立刻挂不住了 她脸色胀红 你是什么大明星吗 你的信息又不值钱 要不是我 你这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贵族 我愤怒地盯着她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 你未经允许 就发给别人是违法的 张月像没骨头一样 粘在另一个异国男人身上 为笑笑打抱不平 笑笑的男朋友又不是外人 你别这么不合群 人家也是好心才来解 好心 我一声冷笑 谁知道他在哪认识 这些不三不四的人 万一是人贩子呢 吴梦瑶笑容夸张地 白了我一眼 瞧瞧 你该不会是仇富吧 看笑笑男朋友有钱 就恶意揣测人家 看着他们两人的蠢像 我心中却已经几名大作 这哪里是担心安全问题 分明是担心到手的人少一个 争吵引来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 两个异国男人皱了下眉 低声和笑笑说了几句 把他们三个都拉上了车 我立刻打车回家 一只脚刚迈进酒店大门 便瞬间头皮发麻 笑笑他们竟然在我家酒店前台 办理入住 我躲在角落里等他们进了电梯 才松了一口气 拎着行李快步往负一层走 这几个温神太会气了 我打算在楼下的电竞房住几天 等他们走了再出来 复一层是飞影夜区 这时候没什么人 我掏出手机正准备和家人报备 肩上忽然一沉 我下意识回过头 心脏瞬间咚咚狂跳 笑笑的白人男友杰森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 一只手牢牢捏着我的肩膀 高大身影将笼罩 瞧瞧 你很怕我 他边说边向我贴过来 做事要搂住我 你重买肩房 我和前台说一声开销记在我账上 白人特有的体位混合香水位 熏得我眼前一黑 我忍着恶心和他拉开距离 不麻烦了 我在这里打鼠气功 杰森因为身长的笑了笑 视线在我裙摆处停留了两秒 你很缺钱 你和我们一起出国 我可以付你半游的薪水 我灵机一动 挽起袖子可怜兮兮的说 我有皮肤病 家里穷没钱看 只能打鼠气功攒钱看病 看到我身上密密麻麻的红斑 杰森立刻缩回手 厌恶之色一闪而过 那不打扰你工作了 他一扫刚才的热情 边走边在裤子上蹭了两下手 我松了一口气 这下他应该不会再惦记我了 还好因为嘴馋 在路上吃了雪糕 我对花生过敏 那雪糕夹心里面有花生酱 我担心他们在我家酒店 弄出什么幺蛾子 把走廊正对着他们房间的摄像头 单独掉出来 冰到晚上才沉沉睡去 刚睡了不到半个小时 手机就突兀地响了起来 我接起电话 竟然是张月打过来的 瞧瞧 救我 张月带着哭敲 话没说完就戛然而止 听筒里传来两声闷响 紧接着传出笑笑醉醺醺醺的声音 没事 张月喝多了 你别管了 没等我说话 那边就挂了电话 我立刻警惕起来 他们几个要是在酒店出了事 明示赔偿都过我家喝一壶的 我爸知道后 立刻调出他们那间套房的网络记录 家里之前开网吧 我爸出于职业习惯给整个酒店装了安全网关 只要连上酒店WiFi 登陆的网页编辑的信息 都能通过特殊手段查询到 看到检测出的网页信息 我和爸妈瞬间后背发凉 十分钟前 那两个外国人在暗网上发布了一则拍卖信息 极品亚洲娃娃 发生关系一次2000欧元 虐待殴打一小时3000欧元 拍摄虐杀录像20万欧元 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被明码标价 配图正是笑笑他们三个人的照片 照片上张月和吴梦瑶脸上有伤不省人士 被扒得只剩下那一短裤 笑笑只穿这一条短裤坐在杰森大腿上 举着酒杯自演心松 页面发布不过十分钟 竟然已经有两个人出高架拍下了虐杀套餐 所谓的欧洲贵族果然是以恋爱为名 专门贩卖年轻女性的恶魔 为免打草惊蛇 我让他们两个先报警 我套了件保洁外套迅速冲出门 我刚上楼 两个男人把烂醉如泥的笑笑三人搀扶着 已经开门准备离开 不好意思 酒店要先检查房间才能办理退房 我爸在不远处带着保安候着 我装着胆子拦住人高马大的杰森 醉熏熏的笑笑急了 梦乔 你有完没完啊 你不就是急我找了个有钱男朋友吗 你是不是故意跟过来做保洁 就想吸引我男朋友的注意力 他举起手机 对着我拍照 在学校装有钱人家的小姐 原来私下在做保洁 真让人笑到大哑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男朋友才不会看上你这种便宜货 我冷淡的斜了他一眼 不好意思 之前误会你了 看来你们是真爱 你什么意思 笑笑弄了下 我笑了笑 抱着一头有狐臭的猪 害怕别人来抢 不是真爱是什么 听到这句话 杰森和笑笑两个同时气得脸色发青 杰森温起拳头就想打我 笑笑心灾禄祸在旁边怂恿 我男朋友是外国人 就是高人一等 想打你就打你 你还得向我们赔礼道歉 可惜他还没嚣张几秒 大批持枪警察就将他们团团围住 带头的特警脸色不悦 亮出手铐先扣住笑笑 我笑咪咪的目送 他被押解 不好意思啊 这里是国内 人民安全大于一切 还轮不到牧羊犬嚣张 直到上警车 笑笑还在大喊 你们骚扰外宾 等着被处罚吧 我男朋友是贵子 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孟乔 你就是想阻止我嫁入豪门 你个恶毒的女人 经过调查 杰森他们果然是国际上 出名招住的人贩子 笑笑他们三个被带到警察局 做了一晚上笔录 第二天灰头土脸 回我家酒店取行李 发现打不开门 灰溜溜的到前台求助 超过十二点了 单算一天房钱 一共五千块 付了钱给门塔 我把账单拍到桌上 眼神示意 他们三个人付钱 笑笑正在气头上 当场翻脸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一个臭宝洁 显给你了 我冷下脸 酒店是我家的 你们淘单就是我的损失 你说和我有没有关系 见酒店经理都在我身后 毕恭毕敬 笑笑气得脸红脖子粗 哽着脖子冲我嚷 孟乔 你有没有同情心 大家都有寝室的 我们遭了一晚上醉 你还好意思和我们要钱 我淡定的点头 你都好意思不给钱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要的 笑笑说不过我 就想怂恿张月和吴梦瑶孤立我 我早说不能跟这种人当朋友 白眼狼没良心 张月和吴梦瑶却不愿跟着附和 瞧瞧 这次多亏了你 不然我们说不定凶多吉少 张月主动把手机放在前台 我身上钱不够 把手机压在这 下午我让家里人打钱 吴梦瑶也红着眼眶向我道歉 见两个室友都倒戈向我 笑笑气得转身就走 整个暑假 我再没有笑笑的消息 我帮助警方 机制破获跨国大案的事情 被人发在了网上 不少人牧名来探店 酒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下半年的日期都被订满了 我爸我妈看着暴涨的订单量 笑得合不拢嘴 签下的贷款很快就还得差不多了 为了抓住这波流量 我每天忙着在网上答疑宣传 社交软件都长了不少粉丝 直到有天 我忽然在热搜上看到一连串消息 游客哭诉 在知名网红温泉酒店染上皮肤病 我点开一看 果然又是笑笑 他不知道抹了什么刺激性的东西 大腿两侧都是一块一块的红斑 在镜头前哭舔抹泪的控诉 不仅造谣说我家温泉水质有问题 还暗示存在宰客行为 这视频投了钱 很快就传播全网 在各个平台都冲上热播 视频下面还有不少水军 左一句右一句的说 在我家泡温泉后就得了复科病 但这次张悦和吴梦瑶 没和笑笑同流合污 反而在评论区积极和路人解释 他们两个还发了视频 详细澄清了我和笑笑之间的过节 还好这次我早有准备 提前找了专业检测机构 每天检测水质 我把检测记录发到网上 立刻掀起新一轮的舆论高峰 大家都说我们家这么认真 水质肯定有保障 酒店的生意不仅没受到影响 反而又迎来了一波预约 看着笑笑气急干坏的 连发三个视频抹黑造谣 我喜滋滋的私信他 多亏了你 给我带来这波破天的富贵 对面立刻连发了十几条 一分多钟的语音条 都是些不堪入耳的漫码 我一点也不生气 反手用路音笔录了下来 开学之后 我本来不想招惹晦气 没想到笑笑竟然自己送上门 报到第一天 我一进门 就发现同学们看我的眼神不对劲 张月悄悄给我发微信 看咱们班级群 我打开一看 差点没气笑了 笑笑把那天在我家酒店 拍的高级套房照片 发在群里宣赋 还把我穿保级制服的照片甩了出来 同学们纷纷在群里议论 平时看梦乔花钱大手大脚的 没想到都是装的 至于吗 为了装逼打肿脸充胖子 还是笑笑好 真正的白富美 又漂亮又可爱 同学们在群里讨论的热火朝天 笑笑既不明说也不反驳 只是含糊的回了句 女孩子都有点虚荣心 很正常的 咱们别说太多了 可这家酒店不是梦乔家的吗 我还在某书上 看过他给自家酒店打广告的视频呢 有同学发出疑惑 笑笑马上激动的发了一大串 谁家酒店老板 女儿会去当保洁呀 她就是酒店的暑假工 帮忙给酒店拍拍视频而已 你们别被她骗了 如果真是她家开的 她怎么从来没邀请咱们去 惊她胡周 群里很快一群舔狗附和 对 要真是大小姐 怎么可能去做保洁工作 笑笑大小姐说的对 梦乔就是装逼饭 看到这 我碰了一声把手机摔在桌上 张笑笑 我生事给你脸了 教师妹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转头看向我 搬上一个叫忠明的男生 站了出来 装无作样的 为笑笑抱不平 梦乔 你装富二代也就算了 我们大不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不过就是揭穿了你的真面目 你就恼羞成怒威胁笑笑 我一声冷笑 还以为是哪来的狗叫 原来是你这只舔狗 做舔狗的 最怕别人戳费管子 忠明舔的笑笑 一年多都没上位 被我一句话记得脸红脖子粗 冲过来就要和我动手 笑笑得意的假装阻拦 算了算了 是个有一场 别和他计较了 你不计较 我还要计较呢 我快步走到笑笑面前 伸手挑起他身上的衬衫和短裙 既然笑笑小姐这么有钱 就把我进你的衣服还我吧 笑笑暧昧又没什么钱 每次见我买的新衣服 都厚着脸皮来和我借 说是借 其实就是要 只要到他手里的衣服 就从来没有还回来过 我衣服多也懒得和他计较 久而久之他竟然养成习惯了 刚开始还会说几句客套话 后来就先理得吃我的拿我的 他时常说什么 我们是闺蜜 我的就是他的 笑笑神色一将 很快又不屑地仰起头 我的衣服太多了 寝室地方太小 你乱丢东西我才会拿错 再说你这些地摊货能值多少钱 转你二百别再烦我了 我没说话 打开着急翻找 笑笑刻薄地讽刺 梦乔 我真后悔当初和你做朋友 你又自私又小气 一点都配不上我的友谊 我把购买记录直接发到了群里 瞬间引来一片惊呼 衬衫加短裙一共九千八百 微信还是支付宝 众目睽睽之下 笑笑恼羞成怒 他疯了似的大吼大叫 我知道你为什么针对我 你就是害怕你网练 差点被人贩子卖了的事情 对我说出去 所以才总是想法设法找我麻烦 我确实没想到 人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他害怕当牧羊犬不成 差点被卖的黑历史被抖出来 竟然抢先把黑锅扣在我头上 张月和吴梦瑶也看不下去了 主动站出来帮我说话 笑笑 如果不是孟桥和人贩子周旋 咱们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 做人要有良心 你怎么可以这么瞧瞧 要不是你乱网练 我们也不会出这种事 寝室一共四个人 两个室友都站在我这边 班里同学很快议论纷纷 就连舔狗忠明也将信将疑 试探着问笑笑 他们说的是真的 我本来以为笑笑会懂得收敛 没想到他变本加厉 更是血口看人 他眉头紧皱 痛心疾首道 孟桥 你到底给了他们两个多少好处 明明是我先发现人贩子的 一抢功劳不说 还在同学面前污蔑我 笑笑说的情真意切 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 咱们是闺蜜 我不和你计较 你也别太过分 清澈愚蠢的同学们 立刻被他煽动 反倒转头 指责我的不适 张悦原本就因为 差点被侵犯的事情 对笑笑不满 现在更是气得浑身直哆嗦 你到现在还说谎 他一气之下 网班集群里 甩了十几张照片 有些是那天 在套房里最久货的丑态 还有一些是笑笑造谣 我家酒店视频的截图 当天 杰森是用张悦手机拍的照片 一直作为证据保留账 同学们看到笑笑赤裸上身 骑在杰森身上的照片 顿时一片哗然 你个臭婊子 老子给你花了那么多钱 手都没摸到 你却跑去和洋人犯见 周明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忽然跳起来狠狠轮了笑笑一巴掌 笑笑捂着脸 生死力竭地喊道 你们屁图陷害我 老鼠人人喊打 笑笑恶狠狠地盯着我 忽然冲上来想要掐我的脖子 都怪你 要不是你耽误我和杰森出国 我现在早就是贵族太太了 我一脚踹开她 你要是跟她走了 现在说不用坟头草都两米高了 笑笑在教室又哭又闹 被几个男同学 像捆猪一样扔出了教室 那些照片越传越广 很快整个学校的人 都知道笑笑的丑态 大家觉得 她身上的脏病会传染 多默契地对她敬而远之 还有人向学校领导举报 她有脏病 学校为了平息众目 把她从宿舍赶了出去 她在学校待不下去 每两个月就退学回了家 我家酒店越做越好 很快就开了十几家连锁店 有同学想来我手下工作 好好事地把笑笑的近况告诉我 听说她过惯了 花钱大手大脚的日子 回家受不了清贫的生活 竟然去做了陪酒小姐 好不容易傍照的有钱的男人 却被人在原配发现 但人打断了她的腿 贫困潦一身病的笑笑 最后嫁了个五十多岁的老光棍 每天被打得鼻青脸肿 听到这些消息 我淡然一笑 比上辈子家破人亡的我相比 这种结局已经算是便宜她了